市场波动起伏 澳股起伏不定 我的银行股应该卖出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3月9号星期二 那周一澳股声猛开盘之后出现回落 整日表现可谓温和 红酒奔赴TWE领长澳股大盘 那从目前图形来看 上方十二会是TWE较强阻力所在 那油价继续上涨 能源板块OSH的股价在技术之上实现突破 上方五块会是其图形之上 下一阻力位置 那在欢红的身影当中 支付板块表现不佳 二哥ZEP不幸领跌澳股大盘 那下方八块左右会是其较强支撑所在 那希望ZEP可以守住八块大关 那重要消息驱动 同属能源板块的STO股价有所调整 但截止目前为止 其冷蓝身处上涨趋势 那当前的环境 因为利率的走 因为债券利率的走高 在此重环境之下 我们的银行股应该继续持有 而不应卖出 那香港恒生调整较大 上证指数则遭遇重挫 A股大盘跌破 重要支撑3460点 那A50指数跌至17000点区域 如果要逆市 A50需要重回17500点之上的上涨通道当中 那美国时段纳斯达克与道琼斯 走出分化明显的走势 那当前环境对估值过高的科技股继续带来较大杀伤 中概股与恒生股指当中的科技股步调一致 调整幅度较大 那市场风格如此 我们应该灵活巧妙面对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继续走高 欧元对美元临近1.18支撑 0.758则会是澳元对美元下意支撑所在 以上的就是我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是GoMarketState 我们下期节目见